他就没进责任了 可能确实是做我们这个职业 因为我接触的人 他们多数都是没有结婚的 可能受了这种环境的影响 那你别干了呀 家里面的照顾 你回家呀 他就没想到家里面还有一个家 那不就怪你吗 他没想到有个老婆 没有个孩子 那不就怪你吗 那怪谁呀 你提过要求吗 我提过呀 我跟他提过很多次 你说过吗 我说过呀 你走啊带着孩子 这叫什么日子 这11年等于两个人 都在虚度光阴嘛 对于生活来说 你吵架他就是说 你带着孩子走呀 他说的 是他说的呀 行吧 各位老师 你们看怎么办吧 一起进入秋比特奔卷 这个还是比较让人震惊的 就是这个个案 赵老师说得很对 我听了以后真的很震惊 你这么乐意愿意 在外地工作 是逃避这个家吗 我就是不想说家里面 这些繁琐的事来 反你 你是丈夫 你是父亲 你刚才怎么还好意思 说你妻子 照顾你孩子不细心 我请问你 你管过几次孩子 陪过几次妻子 所以很显然 你不但对这个家不尽责 你对妻子 对孩子都不负责 所以小代 我真的听到现在很无语 你真的很不像话 我原来真心想劝你们 我原来真心想劝你们 感觉你们两个人 好像应该重新恋爱 应该相互信任 我感觉我有点幼稚 婚姻是一种责任 你生了这个孩子 就要对这个孩子负责 你当年这么可心的 去对自己的妻子 这也是要有初心的 你的初心 所以我真的不想多说了 越说越气 我认为你真的慎重地 考虑一下 买房也不要等了 他刚才有一句话 十年以后 这是一个托词 你有几个十年哪 好 谢谢余老师 来 佑老师 我其实不太想 跟这先生说什么了 因为他整场的表现 我觉得我们说什么 他也听不进去 今天我听下来啊 这位女士 你太纵容他了 每次你都忍了 那十一年之后 你突然说我不能忍了 他能接受吗 所以其实你一直以来啊 活得一点都不硬气 就是每次你都在退让 退让完了之后 你抱怨两句 下次还接着退让 其实你在他的世界里 就是一个隐形的人 而且他希望你成为一个隐形的人 而且他也不会跟你离婚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他再也找不到一个 比你成本还低的 能够帮他带孩子的人了 你现在如果把孩子给他 十岁的孩子 他每个月要给孩子 负担课外补习的费用 书本费 然后包括这个 这个上学的 开销的一切的费用 他还得拿出时间照顾 两三千块钱 他肯定搞不定这些 但是你可以搞定 那现在他一分钱都不给了 你还能搞定 你还在心存幻想 觉得这个男人 在今天以后可以改 可以给你更好的生活 然后照顾孩子 还能给你买房子 我觉得你纯属做梦 你自己考虑一下 如果现在 如果有一个人帮你带孩子 你出去找工作 你觉得你能够养活自己吗 能够 觉得能过得比现在好吗 至少比现在轻松 那我觉得你们俩 就不妨讨论一下 每个月给孩子 多少抚养费 这是他必须 应该尽到的责任 而且他每年 必须拿出多少时间 来陪孩子 因为这是他 作为父亲的义务 所以你不应该 让他活得这么轻松 所以我觉得其实 女人在该谈钱 该谈道理的时候 不要盲目地谈感情 因为这个男人 我从他的眼里 一点感情的成分 都没有看到 所以我觉得你应该 用实在一点的东西 来制止他 好 谢谢苏老师 来 请坐 刚才有一个问题 是主持人问出来的 你们双方各自 对你们的婚姻 或者是爱情 有什么愿望 男生是说 我希望他能够出去 找一份工作 能够把家里这些 所有的生活负担 都解决了 自己好可以去做 自己想做的事 这句话 简单地可以理解为 你对待这份婚姻 或者说对待一个家庭 你认为它是一个负担 最好能够离我远点 别让我想太多 他们的事情 因为每年 不得不在春节 这个期间 回来七天 回来还没有任何的 交流沟通 女方呢 对于你们的婚姻 爱情的愿望 就是要一个房子 对吧 这个房子可以让你 和孩子 有一定稳定的居所 能够其实让孩子 过得好一点 所以你们两个人 对这份婚姻 也没有任何感情可讲 一个是极度的自私 一个是不得不现实 对于感情上 没有任何奢求 或者没有任何前途的 爱情和婚姻 要它何用 留给彼此的 就是伤害 为什么这样的一个 没有感情的婚姻 能够维持到11年 最大的问题 其实就在女方 你始终是在 维护着一个 所谓的面子 为什么你们的婚姻家庭 出现了如此严重的问题 居然双方的父母 都不知道 毫不知情 你是想为自己 过去的冲动 过去的无知买单 你耗这个面子 周围都没有朋友了 只能自己喝闷酒 所以其实你现在 已经不得不迈出去 工作的这个脚步了 但是我希望你能 勇气再大一点 勇敢地面对 你现在的问题 自己去 真正要为你跟孩子 的未来着想了 从他那儿 可以通过法律的手段 他必须每个月 要有多少的抚养费进来 但是与爱情无关 那是他应该付出的事情 明白吗 然后不要顾忌 你所谓的面子 真是让自己受到伤害 最终会害了孩子的 如果孩子在这种 不健康的环境里成长 他的心态 怎么能够健康 他未来还要美好的生活呢 他也要组建家庭呢 如果这样的失败 对于自己母亲 伤害如此之大 对他的健康成长 也是不利的 明白吗 勇敢起来 面对这些现实吧 就这样 好 谢谢曲总 来 福老师 这十年你不是搬家 就是在搬家的路上 从怀着孩子开始搬 一直到孩子十岁 是吧 是的 你听这个会有什么感受 确实他还是很辛苦 很不容易 你看 这就是他的认知 他的认知只是说 不容易 很辛苦 其实作为男人来说 不只是说 像你所说的辛苦 和不容易这么轻飘飘 你内心会有一种 很深澈的心疼啊 这是因为你造成的 女人是你的女人 孩子是你的孩子 就听到这些 你会很愤怒 但是后来我看着你之后 我就不愤怒了 你知道为什么吗 你没有缺胳膊少腿 你是个很健康的女人 你可以选择自己的生活 你可以偏步 你就要往这深渊里跳 你当初跟他结婚之前 你说你没有看上他 你选择了将就 说明你不爱自己对吧 你要是爱自己的话 不会这么 轻易地选择自己的婚姻 选择一个自己不爱的人 对不对 所以你根本不爱自己 其次你也不爱孩子 你哪里爱孩子呢 如果你爱孩子 凭着你一个健康的身体 还可以找到工作 你就应该选择一个 让孩子能够承载阳光底下的生活 而不是让他一天到晚跟着你搬家 所以其实你也谁都不爱 到从某个教头上来说 只是显示了你内心对于自己 婚姻生活 人生的失望 所以你就此 开始妥协 开始荒废了自己的人生 我说句难听的话 相比于他的冷漠 你的麻木更可怕 他只是冷漠 冷漠的人你不搭理他就好了 但是你很麻木你知道吗 你的麻木就是对于自己 人生不够积极 对于孩子 其实你还不够用心 对于自己的将来的生活 你没有憧憬 你是活生生地把自己 所有的生活希望 放在一个冷漠的男人身上 虽然结了十一年婚 你才三十一岁对吧 是三十一岁吧 是的 对吧 容貌也还不错 你勇敢起来 选择下自己的婚姻嘛 你还可以找到一个 爱你的男人 对不对 带着孩子一起走 你就让他一个人 孤家寡人地活 你完完全全 有可能扭转自己的人生 你不要把自己捆绑 在他生活当中 成为他的附属品 你接下来 还有青春的小尾巴 你赶紧抓住 不要把希望寄透在他身上 就这样 好 谢谢陀老师 没有什么要说的 其实最需要 要说的就是认知 就是我们对待 婚姻的这个认知 觉得守着这个婚姻 挺好的吧 日子过得什么呀 俩人都过得不好时机 其实有很多人认为 婚姻是拿来改变命运的 这个其实是最要命的 为什么说 这个听得比较震惊呢 震惊就是说 这十一年 他还能这么守着过来 所以大家也不要 有特别高的 这个期望和期待值 指望着我们一席化 就可以让他重新认识生活 如果他不发自内心改变的话 今天他也许不出来 但是在生活里 还会继续这样一段婚姻 所以你得想清楚 婚姻的本质到底是什么呀 如果你想不清楚 你未来的日子还是糊涂的 你这个其实就是又做了十一年的单身汉嘛 对吧 不同的是做了一个挂名的爹 有那么一个儿子 是吧 我倒觉得 你应该像一个男人一样的 做一次选择 既然你不爱他 既然你不想承担 你就放手走 今天在节目里怎么选 我觉得都无所谓 我只是希望你在生活里能把这件事想明白 婚姻改变不了一个人的命运 人的命运就在自己的手里 你努力 生活一定会给你回报 也许回报的低 但是一定会给你 还有一点 曲总其实说的特别对 你希望你儿子未来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他总需要生活里有一个榜样 既然他的爹不能作为他的榜样 那么他的榜样该是谁呢 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真情60秒 老婆在这十多年当中 确实我对你和孩子的照顾 确实是很少 但是我会尽量抽时间 在以后的日子里有所改变 多抽时间陪伴你和孩子 希望你能在以后的日子里能原谅我 让我们的婚姻继续走下去 把孩子培养成人 这样也让我尽量多经营一个 作为一个当父亲的一点责任 不然的话以后我内心上肯定还是过意不去 毕竟孩子现在也这么大了 对他来说的话 肯定是以后有很大的影响 起了要灯吧 好了 谢谢两位请回吧 来 请关门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 这对嘉宾朋友自己的选择是怎样 请开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谢谢啊 大陆投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 马来点栏目 val命 按cida栏目 没有 按摩 编辑 歧技目 二 放 按周 belum jazz 大家有一些新的认知就好